位于北市新医区的南山广场 周三一早上班尖峰时间 仍然员工进出 由于有确诊者在大楼内 其中一间会计师事务所工作 大楼经过清销之后正常运作 但有其他公司预防性停班 这名确诊者就是新北板桥 一家四口染疫的姐姐案19355 在勤业重姓会计师务所工作 没有症状 2月7号裁减确诊 CT值28.9 她在确诊之前 在5号到7号都有到公司上班 原本会计师事务所 只针对她到过的楼层 员工居家办公 但是8号晚间紧急宣布 全员居家办公到2月13号 他们一家四口的足迹也曝光了 不止横跨双北 甚至还搭捷运从江子翠到象山 至今感染源不明 我们也没有想到郊西那一案 后来其实抓了一大串 有一些传得很广 有一些很快就结束了 这很难讲的 板桥一家四口确诊 四个人CT值介于19.6到28.9 其中父亲的CT值最低 但是到底谁先感染谁 还必须等二采CT值变化 才能够厘清 不过医师省正南认为 这一家四口确诊是属于 社区点状病毒蜃漏 推测感染源是来自现有的群聚案 自从指挥中心 从关口把Omicron病毒 放到台湾以后 它在社区里面 早就散布的一塌糊涂 抓它的源头 其实没有意义 过年开工第二天 本土个案暴增到26例 其中出现这一家四口感染源不明 显示社区隐藏未爆弹 专家忧心恐怕只是 疫情大爆发的前兆 记者林英伟 王一仲 台北报道